什么叫业呢 业的准确定义就是心动 心动一个念头就叫业 这是业的源头啊 然后口说出来就是口业 身体照着出来就是深业 这就是深与业三业 业当中 刚才说了负面的 严重负面的 会产生极端恶劣影响的 就叫罪 这些罪它能障碍我们的自信 尤其障碍 我们现前所追求的果报 一切业都障自信 但是罪呢 直接障碍我们现前 想要求的正面的果报 所以通常在忏悔的时候 罪障说的就比较重了 先把严重的忏悔掉 就是严重负面的 譬如说贪嗔痴 杀到瘾 这些严重的 把它忏悔掉 那么至少 我们可以保留善的一面 善的虽然也是业 也能障自信 但对我们来讲 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先把恶业忏悔掉 然后善业不执着 善业就升华为敬业 罪根呢 罪根就是心力 严重烦恼的心力 就是罪根 执着 执着 执着就是一种固执的心理 固执的想法 固执的 死都不会放松 这就是执着 六道众生 轮回的根源 就是执着 就是心里面 仅仅抓住一个观念不放 这就是执着 执着中 分为好多种类 归纳起来两大类 一类是 见解上的执着 一类是 思想上的执着 见解上的执着 就是看法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讲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不会改的 这就是执着 当中 见解的执着 还有人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死都不会改 这是思想上的执着 见解上的执着 归纳为五大类 身见 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 始终认为 人就是这个身体嘛 这个身体没有了 还有什么 这叫身见 边见 边见就是相对的见解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邪见 五大类 错误的见解 思想 贪嗔痴 慢 疑 五大类 错误的思想 这都是属于执着的内涵 吃这个身体 我可以永远 肯一个 词 词